而在马来西亚因为穆斯林众多的因素 让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缅甸难民 选择落脚求生存 在槟城有一间已经合法注册的和平学习方 是理科大学一名教授所设立的 希望能够帮助难民学童继续地求学 不过学校的经费实在有限 看到孩子们的饮用水不够洁净 此季马来西亚分会协助了装设饮水机 因为那个水融合的水 然后我就发现到这个有一点不健康 一直以来我都在维持在洗身中间 我们的医疗中心我们一直都有赞助 所以一有机会我们就尽量付出 然后结个三年跟这些小朋友 peaks Most Wanting 十年轻人的声音 我给你一个人贴打得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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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个人贴打得好 你一个人贴的房子